再看完上一个影片 我们就知道如何去绕一个三项两级的磁场 现在我们来转一下 该怎么绕三项四级的磁场呢 这次学习目标与大纲 就是三项四级线圈的配置方式 定值的结构是24槽 我们会使用双层绕的方式来配置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二级的磁场 现在这种方法是所谓的集中罩 当我们通上电流之后 会有一个由上向下的磁场 这边这个箭头就被我们当作是一个二级的磁场 如果说现在磁级不看的时候 这个就是二级的旋转磁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四级旋转磁场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所谓的四级就是磁级会是四个 所以它所产生的磁级会是NS NS这样子交叉去做排列的 那我们把磁级关掉之后呢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它旋转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四级的旋转磁场 那我们就正式的来确立需求 我们的需求是要建立为三项四级的磁场 现在的定值总共是24槽 一圈的总电机角或是等于2分之1个机械角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公式 所以我们就把数据带进去 2分之4 升上360度 这一整圈呢 总共会占用到的是720度的电机角 我们拿720度去除以24个槽 就可以知道 每一个槽它所占用的电机角是等于30度 在把线圈放进去之前 我们会使用绕线机 去把线圈做个预置的动作 做完之后就会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呢 每一个线头都会飙上头跟尾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塞线圈啰 一开始我们会根据集信来分割空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个集 总共24槽就根据四个集来做切割 每一集的空间是需要占到六个槽的宽度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确定 到底需要几个线圈绕成一组呢 我们会使用每项每集的槽数来做计算 所以使用24槽去处理三项以及四集 可以得到一个数字是等于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四个集的状况之下呢 在每一个集下面还会再分割为A项 B项 C项 它们所占用的宽度就是刚才所算出来的数字 如果把这个参数叫做每集之下 每项所占的槽数会是比较贴切的 那就可以看得到在这四个集之下呢 A项B项C项分别会占两个槽 实际上真正我们会怎么摆呢 就是在A项之下呢会先摆两个线圈边 之后呢就换B项再摆两个线圈边 C项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该如何去做摆放 我就假设各位有看过先前的影片 所以这边我们会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把它带过去 我们是两个线圈为一组 这个叫做线圈组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把线圈放在第一槽跟第六槽 我们使用6-1可以得到5槽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短截距 也是最常使用的方式 如果说要使用电路图来表达的时候 就像右上角的地方 他们两个通过相同方向的电流 所以他们所得到的极性会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就要放另外一个极啰 隔180度的电击角要放另外一极的线圈 所以我们使用180度去除以30度的话 是得到6槽 我们需要跨6槽 你可以算一下 从第一槽开始往右边加6 234567 我们要从第七槽开始去摆放第二个线圈组 之后呢我们看右上角的地方 如果我把他的电路呢 从尾巴去做相接的时候 电流在上方是往右 在下方是往左 这样子他们所产生的极性就会是相反的啰 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就会往下面摆 所以第三个极就会是这个方向去摆的 那你可以注意到它是线圈的头结在一起啰 之后呢第四个极也是这样子摆的 这样子就可以在定值的空间当中把它切割成为四个极啰 我们就来看一下线圈放进去定值的动画 第二极第三个极跟第四个极 这样子A项线圈就摆好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B项的部分 从A项之后间隔120度再摆放B项 所以120度去除以30度的时候呢 或是等于四巢 我们就是从A项往右边数42345 开始去摆B项的线圈 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就把B项的四个极全部都摆上去之后 就像各位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样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B项线圈摆进去现场里面的动画啰 第三个极 第四个极 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开始有点复杂了呢 再来根据相同的道理 我们就开始把C项线圈摆进去 也是从B项之后呢往后跳四个枪 所以我们就会是从第九枪开始摆 摆完之后就像现在画面所看到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项线圈摆进去现场之后的样子 第三个极 摆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线圈密密麻麻的 是不是非常难以去理解呢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事实上它是有轨迹可循的哦 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来跟各位做一个小结 我们可以通过绕线的方式去增加磁场的级数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是六级还是八级 都是办得到的 放置的原则跟规则是不会变的 如果你知道该怎么放 其他的级数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级数是什么 我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级数是什么 我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级数是什么 感谢观看